啊 祝章雨婷小公主 荣誠大吉 离开得胜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不是去实习 又不是去跟人干账 我不是怕你一天上班被人欺负吗 怎么会呢 我认真工作 女人和善 或者是生非 什么人会无聊的来欺负我呀 你想要实习 可以去邵氏 集团下面那么多产业 你随便选 为什么要去别的公司啊 去别的公司才能有不同的见识吗 你可想好了 基层工作可是很辛苦的 我如果一直在你的眼皮底下工作的话 是体验不到最真实的职场的 好吧 那你自己一定要多出去 知道了你快回去吧啊 我走了拜拜 哎路上小心 知道了 丁萱 把丙辉收购告诉我们 谁都不许欺负 好 我去办 什么 我们公司被收购了 新总裁都过很期要来我们这实习 哎 好的好的好的 您放心 我一定找过好张耀姐 哎 好 是 大家先把手头上的工作放一放 我们公司啊 被邵氏集团收购了 邵氏集团总裁邵明泽的夫人 要来咱们这实习大家都给我放机灵点 他在这高兴了咱们以后的好处少不了 这办公桌给我收一摆 那化妆呢 人马上就要到了 张倩 好久不见了 你你也在这里面上班吗 哈哈 我以为是谁呢 因为是高中的没毕业劣等生啊 穿成这样 逮当保洁的 我出国留学读书 被在楼城高中没毕业 你说这哪个是张小姐 还不够明显吗 一个穿着打扮的珠光宝气的 另一个 一看就是个熊打工的 是张小姐吗 你好 我叫张倩 张小姐你好 我呀 是咱们这个顶辉市场部的主管 我叫 这个总裁呀 我已经跟不过了 你有什么需求 你随时吩咐我就行 总裁 啊 总裁特意定住 绝对不能让他在卫婚妻啊 是有半点的求 你以后有什么事 你直接吩咐我就走了 邵总 难道是邵氏集团邵明泽 他们不会把我错任者 邵明泽都卫婚妻了吧 那既然是你们错任了 那我何不将错就错 张一姐请来 主管 那我的工位在哪里 坐这就坐 那个张一姐来请坐 张一姐 您看这个电脑用的是不是还顺手 不顺手 我立马给你换就 还行 还凑合用吧 行就行 张浅 你什么时候订婚的 关你屁事啊 那个扫大街的初中生 可以知道 你们还不知道吧 他呀高中没念完 所以只有初中学历 你们说一个初中生 靠什么手段进我们公司的呀 张浅 你别造谣 我那是出国留学了 我是沃顿商学院硕士毕 就你啊 还沃顿商学院呢 你出货海城吗 还出国 是不是沃顿商学院毕业 你去学院的官网就能查出来 我没有必要撒 这张小姐可没工夫看你一个实习生的资料 那赶紧给我把这些文件给我整理出来 这明天都着急要的 今天晚上不整理出来 今天晚上不许下班 你确定 这些是明天要用的 当然了 实习第一天 还是不合你们争执 工作要紧 哦 主管 那我工作呢 哦 稍等一下啊 来张浅姐你看看 这个项目啊 是我们公司刚竞标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就用你来主导 我来辅助你 行 我先看看啊 你是怎么安排工作 明天仍有个人 今天才上班 你这合你 你是谁呀 他叫主管做事 小姐 我说你是不是太行 还是说项目对不下去了 想要找茬 先去下班 这种项目啊 对我来说不值一提 反倒是你 看得懂啊 你 你个不长眼 你破坏我钻剑了 你赔得起吗 破坏我钻剑 赔得起吗 钻剑 你这根本不是钻剑 顶多 算是质量好一点的玻璃制品 你见过钻剑吗 还玻璃制品 还真是没见识 连大名鼎鼎的梦冠之星 你都不认识 梦冠之星 倒是有点像 还有点像 说的好像你见过一样 这根本就是好吗 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梦幻之星吧 梦幻之星 重59.88克了 产自南非 是世界上最大的粉钻之银 击起做工精细 在太阳的折射下 能发出来梦幻般的淡粉色 所以取名梦幻之星 怎么说的这些 谁知道啊 马上随便一搜都有好吗 真正的钻剑 钻石棱角圆滑 香边均匀平滑 爪香高低适中 你们可以看一下 张庆的这枚钻剑 有没有这些特性 他这么说完 无所感激 哎 不懂别乱说好吗 这可是总裁 送给张小姐的订婚戒指 怎么可能是假的 唉 自己不识货 还来质疑我们这一句 总裁啊 有你想象不到的财富 买这样一颗钻剑 本眼睛都不眨到 就是出生不好的人啊 这眼界就是 哎呀你们别说他了 他就一个乡下来的 没啥见识 他一辈子工资啊 可能也就买得起 我就钻戒的冰角料了 你有见识 那你带我找找见识的 你说说 除了你这没惯记 你还有什么可以接到我 私人庄园看过吗 周末啊 我就带你们去我的私人庄园 看看 记得把手机充好电 别到时候拍照拍不过来了 哦 对了 先把内存清空 你到时候干擦就不好的 私人庄园 叫什么名字 说了呀 也不你不知道 路秋山庄 有听过吧 这不是我的庄园吗 喂 倩倩 我不管 凡是周末我一定要去 这周末我对你答应成事了 你们给我想办法 哎呀 我要是被发现了 我会被解雇的 解雇怎么了 你们要是这年小事的满足不了我 还有什么用啊 倩倩 话不能这样说 这毕竟不是咱们家 我也就是个看大门的 我也没什么权利啊 再说了 你妈身边住院了 我要是几户了 你妈看病的钱都没有了 你们还有脸说 要不是你们无能拖累我 我这一下下这样吗 你既然满足不了我父子的生活 当初干嘛要生我 好好好 你先别生气啊 我再想想办法 哎呦 哎呀 这边 周末 我们一起去旅游吧 不行 周末我有约了 和谁啊 不告诉你 好啦 不到你了 周末 我要跟同事 一起去我的庄园逛逛 啊 宝安还不赶紧开门 詹姆小姐 您怎么来了叫你开门听见没有 站在干什么呀快去啊 啊 哇 真漂亮 这可比我们市中心的中央花园漂亮多了 中央公园哪能和这比啊 鹿秋山庄啊 可是海城最大的自家庄园 要不是托张小姐的福呢 这辈子是怕也没机会进来呢 怎么样 张雨婷 做梦都没来过这种地方吧 我确实梦里没来过 主要是白天来你了 这一下知道差距了吧 下辈子啊 气得投个好胎啊 壮观吧 里面啊 还有更壮观的 今天啊 就带你来好好开开眼吧 哦 别忘了拍照 怕是错过今天啊 你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来这种地方了 张小姐 你从来没说过 你家还有马场啊 嫂子 哇 这是谁呀 好帅呀 不会是少将二少爷少明轩吧 他怎么来了 他要是过来 倒不就穿帮了 哎哎 怎么又走了呀 啊 可能他还认错人了吧 不用管他 我们走吧 哎 我们来自拍吧 哎 哎 我们来自拍吧 谁呀 你们谁啊 怎么信来的呀 你个臭农民在这吼什么 张小姐都不认识 张小姐 哪天张小姐啊 你成功的张员外 哎 还提起了张大户啊 哈哈哈哈 笑什么啊 当然是你们庄园的主人张小姐了 我们就是这个庄园 做果实维护的 常年在这里工作 常常没见过你啊 你们见不到张小姐 他不是很正常吗 张小姐来这里呢 是放松心情的 怎么会和你们一帮臭农民打交道 哎 哎 你说什么话啊你 哼 拿着人家的骗子啊 赶紧走 不然把你们都轰出去 笑死你狗眼 笑死你狗眼 张倩 你别太过分了 马上给我滚出去 还不给我打电电 把他抓起来关你狗眼 大电 你装够了吗 前面我忍着你 没想到你越装越离 冒离我的身份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出言不讯动手打人 还想打张小姐 意味着自己是谁啊 现在说要给你的眼神看一看 张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这些下层想找死吗 竟然和张雨婷这个贱人勾搭在一起 在倩姐的私人庄里闹事 还想打倩姐 张小姐 要不叫保安吧 对 叫保安 我们不能都赶走 你们给我等着 保安 这有闹事快过一块 谁闹事 有人在我庄园里闹事 吓得你又赶走 拿出气势来 别跟露出什么破绽 保安 这庄园到底是谁的 保安 这个庄园到底是谁 张小姐的 听清楚了吗 这个庄园是我的 说的明明是我 你们什么关系 我再问你 你想清楚 这个庄园的主人到底是谁 说呀 到底是谁的呀 张雨婷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人家都已经说了是张小姐的 你不要以为你们人多 就可以在这个湖上买茶啊 好 那再叫一个你们的人来如何 那就叫 这个庄园的管家周围过来 问他 这个庄园的主人到底是 我好像听说过 他不是群国有名的园令管理大师吗 他是这个庄园的管家 张小姐 快打电话 等管家过来了 让这些人啊 全都贵地球人 手机没电了 还是没他号码 我把我手机借给你 谁说我没有 我在中国地区 他今天出差了 正在飞机上走过半战了 啊 是吗 我可听说 他今天就在庄园里 周围 你现在 马上来果园的东入口 真能装 不过找个演员过来冒充吧 他能做出这样的事 一点都不稀奇 谁 那张小姐不高兴了 张小姐 请问 有什么吩咐 你看清楚 庄园的主人张小姐在这里 你该不会和这群农民一样 是张雨婷这个贱人请来的眼睛吧 谁让你在这里乱叫的 周管家 你真是周围 是周管家又怎么样 这也不过是我们张小姐身边的一个仆人 嚣张什么 张小姐 周围怎么会这个时候过来 这要是陪他拆穿我就蛮烦了 跟周先生说话给我放尊重一些 一点理数都不懂 早知道你们上不了台面就不该带你们过来 跟我走 站住 是谁让你们进 老张 你是怎么看大门 怎么随便就把人进来了 先别穿穿穿她配合我演戏 看她还有什么花样 这玩家 这是张 是张 张小 张小姐要来参加自己的庄园 保安怎么敢来呢 原来是张小姐 哎呀 您看我这眼神 多日不见 连张小姐都认不清了 还真是老喽 您可多见谅啊 这个老东西 真是老眼昏花 连主人都认不清 既然错认了我 那就怪不得我了 罢了 不跟你拯救 但是这些该死老门 你该好好处理他们 对 他们刚才 不想绑着倩姐呢 不好 呃 张小姐 您大人不计小的过 在乡桌里也能称赞 我们倒是粗了 吃干饭的 放长的一些不长脑子 所以 来记住您小姐的模样 你这次就牢牢跟班 我说你们这几个 怎么不把追风和闪电带来 他们最认得张小姐 如果带他们来 怎么会闹成这样 惹张小姐不高兴呢 好 我马上带过来 什么追风闪电 他们是您养的两只藏鸥 你每次过来的时候 都会逗他们一下 怎么 您不记得了吗 我当然记得了 只是我最近在别的处 也养了几个 太多了 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我最怕狗了 还是藏鸥 万一被咬到了怎么办 我马上把他们带过来 谢谢您 啊您稍等 哎别别钱 我还有事呢 哎小姐 少明轩二少爷在前面打马去 他打招呼了 说一会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你看 不是直接过去 还是在这儿等他 少明轩 刚刚骑马的那个帅哥吗 谢谢 我们去看个马 还从来没有见不知日打马球呢 见了少明轩 我不就彻底穿帮了吗 看什么看呀 哎看你们自己留下来看 越来看多久都看多久 我哪有时间跟浪费 我先走了 哎 张小姐 怎么 主人都走了 怎么还赖在这儿 微风闪电来认你们吗 哎 我们走吧赶好去 我错了 我对不起 你原谅我 你现在知道如说了 当干嘛 你好辣的胆子 敢随便带人到张小姐的庄园 还敢冒充张小姐 张小姐 心理起来不了 不要看住我 你看住我了 現在我把楊飛就沒錢了 我確定你我錯了我錯了 你是倩倩的爸爸 我馬上就要欠你 他能夠欠 不用了 我要你繼續幫我隱瞞我的身份 聽清楚了嗎 你要是再得對張先生 也就下次了 我聽我聽 哎哎倩姐你等等我們 倩姐 我們為什麼不去看少明宣他們打馬球啊 我在電視上看他們都好帥的 有什麼好看的有多的機會能看 倩姐那個周圍不是出差了嗎 怎麼突然回來了 難道真是那個張雨婷打電話叫過來的 就是 而且他一過來就跟張雨婷鞠躬 他們咋什麼關係 本來我也不想說的 但是今天看來瞞不住的 張雨婷被周圍包養 周圍那麼老 都能對他爸爸了 他有什麼好挑的 他什麼男子床沒爬過 他那個農民的頭頭啊 一直不清不楚的 被我看到好幾次了 本來我也不想拆穿的 但是他老借著周圍的關係 去我的私人莊園 還離了他們一起演戲 我實在不能忍了 難怪那幫人都像著他 他今天在莊園這麼囂張 原來是那個老男的小 這麼不要臉 這也太可惡心了吧 姐姐你慢點 你爸都跟我說了 咱們也不是富裕人家 你不要和別人攀比行不行啊 哎呀你撈到什麼呀 煩不煩啊 你不要和你們同事說清楚啊 你爸爸問了你這事 都花了好幾個月的工資了 倩倩 這還不都怨你 要不是你生病 我們就要治癒這麼窮嘛 你讓我跟同事怎麼說 說我是個窮光蛋 還是個看門的吧 還是個B樣子的媽呀 你 你 你 這會不會不太好 他懷疑出過什麼事情 你呀 替他擔心什麼 他能和那麼多男人睡 庭裡好著呢 能出什麼事 啊 怎麼想東西啊 怎麼 我男人上場的時候體驗這麼好 現在 這麼柔弱成林黛玉了 你說誰呢 說你啊 敢做不敢當啊 什麼成魚蛋俠都敢要 你不嫌髒 我們還嫌你髒 你再敢胡說 我打了你的嘴 張玉婷 不要又當又立啊 既然做了 不要怕別人說 張慶 你知道這麼多 是不是經常這麼幹 你幹什麼呢 主管 他們故意捉弄我 還騷擾我 好了張玉婷 你的這些髒事 我現在不想 沒時間打理你 萬聖子晨敬禮 馬上就要過來了 現在鬧成的什麼樣子 趕緊回位子上收拾一下 孩子你幹什麼 趕緊回位子上 哎呦 陳經理 您來了 陳強 哎呦 陳經理 您來了 你就是萬聖的經理 張慶 認識 高中同學 那咱們這次項目對接 就由張小儀來對接吧 也行 陳強這個色鬼 上學的時候就想得到趙玉婷 何不利用這次機會 讓他好好玩玩 如果得手了 他欠我一個人情 張玉婷的編論稿也失垂了 張玉婷 高中的時候你就壓我一頭 看你以後還怎麼囂張 李主管 張玉婷和我們也是同學 張玉婷和我們也是同學 而且啊 他和陳經理更熟 如果要張玉婷和陳經理對接 更合適不夠了 既然這樣的話 那陳經理 那這個項目就由張玉婷來跟您對接吧 玉婷也在這啊 那咱們這回非合作不可 哈哈哈哈哈 陳強 這一次你和張玉婷再去前緣 可好把這個機會啊 高中的時候他就不等了 現在他也沒那麼容易扛到手掛 現在可不一樣了 他可是我們部門的一個實習生啊 而你是外省的項目經理 他怕是想倒貼都來不及呢 而且 怎麼 他不知道吧 別看他一點青春一樣 他個為了錢什麼都肯做 就連老男人都肯睡 更何況你這樣的青年才俊呢 那現在想說一看是不是容易躲了 你說呢 怎麼事要去啊 張先生這邊請 那人好像是嫂子 回哥 我好像在酒店看見嫂子和一個男人有說有笑的走進了電梯 哇 陳強 你這是幹什麼 我是來談合作的 是的 先吸不去救了給張玉婷 我們去大廳吧 哎呦 大廳多吵呀 還是這裡好啊 安靜 方便我們 那 先生 您坐吧 陳強 我不會喝酒 胡桃酒 跟飲料一樣啊 喝不對的 拿著 哎 哎呦怎麼啊 我這個客戶 這麼不給面子吧 不值得你一杯酒吧 還是說你擔心我家里面下藥了 乾杯啊 遇到我們回家 再不喝就是不給我陳強面子了啊 和我 喝 喝 放手 放手 我飄子敢打我 張玉婷你聽著啊 我叫你來是看得起你 懂嗎 別不識太久啊 今天你不要是跟我 那一切都好說 你要是不從了我 那你就喝喝喝別想擔心 啊 臭婊子啊 老闆多少人睡過了 跟我的裝作是吧 老闆不睡了 他媽不姓陳 這個有不吃吃法就啊 老子今天陪你玩個夠 啊 人啊 你都跑去啦 放他跑去啦 啊 老子今天要陪他玩個大的啊 陳強 你要是敢碰火 我知道你在海城混不下去 張玉婷我跟你講啊 從小我就喜歡你這股破辣劍 外表清純內心 破辣狗味 少明澤是我的溫婚夫 你今天要是碰我 你還想不想在海中 哎呦還少明澤呢 他算什麼 今天又天王老子來了 我也得犯了你啊 哎 東西 等我掃子 掃子 那我真不想要是你被分析 要不然我也不能這麼幹呀 對吧 剛剛你說的話我們都聽見 我的衣服不關 怎麼 還想跟著他混不著 他 回到她 對 夤 來 來 先 你喜欢我嫂子 既然你这么多情 那我就帮你一把 算工具没收 哎哎不不不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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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躁躁哎 你不要你干啥老公是不然救救啊 还敢叫他的名 如果你再叫他一句 我就把你舌头搁下来 你的舌头我先替你留着 如果你以后敢诬陷云婷 我就把他搁下来跟斗不了 拖出去 才不敢敢敢不敢 那个我这不是没出什么事嘛嗯 你还说 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 现在后悔都来了 好了好了我错了 我保证没有下次 下次 还有下次 明天我就去你们公司告诉你老板 别再给你安排这样的工作 说好了你不敢用我工作的 我不是担心了 我保证一定不会再有下次嗯 好了 你公司怎么样 怎么说呢 我感觉啊 这老板 什么 首先啊 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有问题 员工都满上期限 对全是特别的惨美 还有 我去公司这么多厅了 都没有见到老板 他都不去基层走访了吗 那怎么了解公司的事情吗 你们说 他说不行 这样看来 这个老板 吃也是不害羡 可能你那个 老板比较忙 可能过阵子你就能见到他了 到时候见到他不要太吃惊啊 那有什么好吃惊的 他还有三条路的补书 张雨婷 你干的好事 我什么 万圣跟我们解约了 张雨婷 这么重要的项目 还有老同学的关系在对你讲了 你还有什么用啊 张雨婷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这个月的工资 合作 你自己弄什么呀 万圣虽然跟我解约了 但是 我找到了新的合作 张雨婷 你拿到新的合作 你吹什么牛啊 我告诉你张雨婷 什么小虾米公司 我们是不会合作 我们公司只跟大企业合作 小虾米公司 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 张氏集团 够不够 还张氏啊 张雨婷你凭什么认为你能拿到海城第二大集团张氏的合作 做什么春秋大梦啊 你们要是不信 我现在就可以给张氏集团打电话 让他们做合同过来 真能吹牛啊 你到处打呀 你到处要看看你能叫来什么张三点四还是路人甲啊 不是 还真吗 喂 小王 你现在拟一份和鼎徽的合作 小王 装的还挺像的 你是不是加班加傻的就开始意自己是张氏总裁了 上个小时到了 人呢 路上不需要时间吗 张小姐贝了 你是 嗯 這是張氏局長總裁助理王元月 我是來給張小姐送合同的 這個就是張小姐啊 你 我是來找張雨婷小姐的 張雨婷 張小姐這是我們張氏和鼎輝的合同 你們看一下 嗯 還真是張氏的合同 這個項目看起來還挺大的 這要是彈成了 我們部門肯定會有很多獎金吧 半年中獎也會多發點吧 這還用說 這個項目彈成了 我們這個部門半年的任務都提前完成 你拿的假話都晃了誰呢 假的 這回頭上白紙黑字 上面還有故事的簽名和代章 怎麼就是假的 就憑我是未來的總裁夫人 而你只是一個一臉窮酸樣的實習商 張氏怎麼會找你談合同啊 要談也是我啊 方案是我做的 憑什麼跟你談 就憑我們張倩小姐 是總裁的婚婚妻 根本不需要什麼方案啊 還有你 堂堂張氏總裁助理 怎麼會因為張雨婷的一個電話 過來給她送合同 你是張雨婷在哪找的演員 來不頂回詐騙 好啊張雨婷 你先是破壞和萬聖合同 現在又找個演員過來騙我們 走 過去發握 慢著 我話還沒說完呢 這是我的公牌 可以打電話去張氏其他 合適我的身份 我們總裁之所以和張小姐簽訂合同 是因為以前機緣巧合的張小姐打過照片 對她印象不錯 所以才會讓我來給她送合同 張雨婷啊 你什麼時候張氏總裁認識的 張雨婷啊 你一個窮實習生 什麼可能認識張氏總裁 我從出生就認識她 我是張氏總裁女兒的志姜 怎麼沒聽她說過有你這麼一個朋友啊 賢然 你笑什麼啊 沒事 可能就是張總裁的朋友太多了 讓我忘記了 張倩 你真是說謊眼睛都不長 我什麼時候有個女兒 還和你試一次 王志明 你們是不是搞錯了 你們總裁應該讓你找的是 我們總裁的未婚妻張小姐 而不是這個實習生小姐吧 對 這麼說 可能確實是我搞錯了 我們總裁只說張小姐 但是我沒有想到 您堂堂未來的總裁夫人 也是實習生 所以我就沒有認為是您 直接認為是張雨婷小姐了 我們張小姐可是下期層來考察的 像我們張小姐這樣 一線的老闆可不多見呀 這麼好的機會 怎麼會被張雨婷這個劍的頭上 真是瞎了 既然這樣 那這個可能就是張小姐 我們來簽吧 張倩 你有什麼不懂的 歡迎隨時來問我 好 那你多什麼嘴啊 我們張小姐還用得著問你呢 張小姐這個項目比較乾 咱們您自己的心 盡量把方案做出來 好方便我們後續進行 放心吧 放心吧 這個方案交給我們 我們保證能完成 好方便出來了 我們來家喝奶茶 謝謝 哎 怎麼又要搭啊 懷死了 我都不見了 張倩 翻個方案別認得 我的方案 合同是你談的 我哪做什麼方案了 算了 哎呀我這電腦吧 老是砍盾 真的費了半天勁 打了個標題出 我的好用很快 哎呀倩姐 這我可不敢用 這未來總裁夫人的電腦 我哪配得上呀 不要不要 配得上配得上 你用吧 這加班這麼久 哎呀 我一個小實習生 哪敢勞您大家呀 張倩婷是故意調查的你 誰調查呀 明明是我談的項目 你非要來我 張倩婷 你別太過分 我過分 我談的項目你們說是假 說是他談的項目又成真的 現在攬下項目 做不了方案 又來問我一樣 人家張小姐也是為了人一樣 你想想 你現在一個小小的實習生 你多做一份項目 那是不是多一份經驗 這項目做好了 人家張小姐也是看在眼裡的 這以後的好處也少不了你 聽到了嗎張倩 我是未來的總裁夫人 你們所有的表現啊 我都看在眼裡 以後的升職加薪啊 都是我說的算 張倩 我勸你啊 不要入戲太深了 否則 到時候被拆穿 打臉會很疼的 我願意做你也得照做 趕緊把方案給張小姐 算了 這是我們張氏的效果 別因為他影響了進度 就算他做出了方案 也不定一顆心 就算他用我的吧 我這個方案吧 他最關鍵的就是張氏總裁 要和項目負責人同時在場 所以呢 具體細節溝通 要和張氏總裁面談吧 張藝香啊 這個就不如你操心了 人家張小姐 那跟張氏總裁的女兒 那是至交 那見面那不是分分中中的事嗎 張氏姐 張氏 我帶了 给你说了啊 那个李屋的地址 我发你的手机上了 到时候别忘了去啊 好知道了 今天天天不知 张雨琪 你真是太尊庄了 是啊 你敢去吗 他觉得加上台了 夕阳的别不错 就着满了 sort of finish 那你就想去买啊 不过能训练 第二个 倩姐 你说张雨婷那个剑人会来吗 她一个穷实习生 来这里能干什么 哎呀 过来换点小东西 她那个穷酸呀 估计连大门都进不去 那到时候 不是白来一趟吗 不对 那没有意思 你听说 这种地方 里面都是有五星及四周村的 而下走的时候 还有半桌里呢 但是你真是长得不少见识了 张雨婷 张雨婷 你来干嘛 就找哪一个干净借的车呀 你家住海边吗 管得这么宽 张雨婷 这可是别墅的售楼中心 不是什么连租房服务中心 我知道啊 我还以为你们不知道 张雨婷 因为以为借了辆豪车 就弄出嘴唇人来 这个地方 可是你干嘛的 这里面的别墅都是上一期 你个学习新生 买得起 我买不起 你买得起吗 我当然买得起 张小姐呢 可是少总的卫红妻 有什么别墅 就都买不起吧 那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你能买得起哪一栋 在这种地方 是要提前预约的 没有 我不需要预约 只有预约 你叫谁呀 没有预约 难道抢个人姐进去啊 哎呀 你怎么远一点 你想蹭我们这是 走吧 让我看看 咱们怎么办 你好 这二位有预约吗 当然有了 查询一下 不好意思 系统里没有查到二位的预约 这位可是张小姐 张小姐 不好意思 如果没有预约 不管是谁都不能预约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啊 她可是邵总的未婚妻 张小姐 邵总 每个邵总 还能有哪个邵总啊 当然是邵氏集团 邵明泽邵总啊 原来是邵总的未婚妻 张小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刚有眼不识太善 各位 你没请 各位好 查人后面这个穷鬼 他可是没有预约 想进来蹭去蹭搁的 可别让他进 是 站住 你是谁啊 没有预约就不要放出大门口 赶紧滚开 你这个保安 有没有一点辨别是非的能 他说他是邵总的未婚妻 你就信 我不是难道你是啊 你要是想伪装成有情人啊 多想做裙套啊 穿得那么寒酸 你也配 做裙套 你是说像你这种 从头到尾 一身高仿 然后冒领别人身份 还到处照妖妆骗吗 张雨滴 你那叫什么呢你啊 你自己不识破 还敢追估别人 没听到保安说什么呢 叫你赶紧滚啊 我凭什么呀 快别要求 站门头站起来吧 刘经理 这个女人他没有预约 他还批要撤下来 什么神妙犯子 都敢要到这来了 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赶紧滚 不滚 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你们是干嘛的 这位是少总未婚妻张小姐 原来是张小姐 你不可来吧 我们等你好久了 快 明天进 刘经理 他说他是少总未婚妻 你就信啊 别待会儿进去了 买不起房 一发现是个冒牌户 我当然买得起 我们张小姐的财富呢 是有目共睹的 你呀 就羡慕嫉妒恨吧 刘经理 他算是母公司 一名实习生 还是高中没毕业的那种 你觉得 他的话可信吗 原来是资案啊 赶紧滚 别在这儿 当我们做生意 刘经理 今天我要是走了 这后果 你恐怕承担不起 一个穷要饭的 我这么大的口气 我承担不起什么后果 爷 是不是要把你们盖帮 全部组织起来 把我再来要饭啊 他为了今天蹭吃蹭菜 可下血本了 他今天要好车过来 不过 今天怕是吃不了回本了 那你一会儿肯定好好吃 一定要吃回本 可惜啊 你这个穷要饭的 看见你们是什么样子了 刘经理 没有预约 有电金头条费金 当然可以 电金可是五千万 你有吗 你看看这是什么 电金 你怎么换了 少明蛇的 地金头条 你想知道啊 你求我 你求我就告诉你 我批不批的吧 是不是批从 你们留心里就知道了 这确实是少主的签名 贱人 你有了什么贱不得人手段 拿到微微费 签名地金头条 张亲 你还真是私下左脸 切右脸 一边不要脸 一边后脸 你 张小姐 消消气 咱们去里面再说 有这样的箭子 才不进去 你们不进 那我可进了 这是五千开盘的 无度别墅 一三百岁 环境 十分优美 我还有点事要抽点 你们先看看 快点的 赶紧把这箭给我赶走 万老师不会买的 哎 星轩 这会儿雨停到了你们那儿 你让他们帮他好好介绍一下 价格方面不是问题 哥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我保证让嫂子满意而归 那是嫂爷 你嫂子来 说嫂子嫂子到 哥 嫂子到了 先不跟你说了 行 那你回去吧 聊 什么 聊了什么 不就一个哥哥 哪来两个嫂子 外面两个女人 一个一身贵气 说话切齿很足 说是你哥的未婚妻 那个 好像跟你哥的关系也不一般 他拿着少总签名的定性合同 刚才他们两个人 差点打起来了 我去看看 你在这待着 三位好 我来替刘经理接待你们 这个人怎么有点面熟 好像在哪见过 这位帅哥 请称呼啊 叫我小少就行了 请问 您看上了哪个道 我来问您介绍一下 把这个经理给我赶走 不然我是不会买的 对不起这位小姐 我们对所有顾客 都是一事同仁 不能随意去干顾客 你看他像是买的是别墅的吗 这位小姐 可不能以报取人 之前我接待一个 贵不模样的顾客 穿着珠光宝气 说是盗水集团的总裁夫人 说没有最怀疑 我真正认真接待 细心将军 结果她在我们修建区 吃饱喝足后 拿上半仇里就走 还拿走两分 你说可恨不可恨 你面前这位啊 可是真的总裁夫人 她可是邵明泽邵总的未婚妻 张小姐 你怎么能拿那些 不入流的人和她比呢 您是少女 当然 您看看 我有眼无珠 请张小姐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咱们的别墅 看这洞怎么样 内外兼修 绿树环绕 一花一草 自然景观 搭配人文美景 如同梦幻中的宫殿 只有您这样的身份 还可以用药 好漂亮 还有这一套 内部结构分明 装饰极尽奢华 还配有一个豪华的会客厅 非常适合您宴请 上游社会的贵室女人的 健姐 这套好 请买这套吧 但是 吃了这么多 古典卫一套文件 那几次跟小师说 那个人一样 来着白石白鸽 临走的时候 他白石鸽就在河里 就 养 像我已经一个闭嘴 我自然会买 太好了 咱们这套呢 是3.2亿 你们这一套 是2.8亿 您看 您是看中哪一套 pose机啊 各位您准备好了 姐姐 就买这套吧 快摔摔 你着什么急啊 我要买别墅 我问你不自然还真买 那我找我这个 买不起就说买不起 找什么借口 贱人 有这个贱人赞 我不会买的 唉 我想起来了 邵总啊 特意为您预留了一套 你预留了一套 您看看 我真是糊涂到家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都给忘了 我这样 邵总还特意吩咐 就等您来签合同了 您这边请 咱们去VYG室啊 我为您详细介绍一下 小宗还给您看 邵小姐 就是这一套 这是一套欧式别墅 建筑面积啊 搭三千平方 内部装修 精美绝伦 可以说是 激进了人间的奢华 从家 六点八夜 六点八夜 邵小姐 麻烦你把身份证给我一下 这辈子要是能住进 这样的别墅 那做梦都能笑醒了 邵小姐 啊 什么 就是你把身份证给我一下 我这边要做一大增计 万一拿出来身份证 家庭住址那一项 我就露馅了 那个破小区 哪有什么有钱人住啊 我 我身份证据带了 那可太遗憾了 今天请很多通 我们还送一辆宝马掐六 邵小姐 要不您给邵总 打个微信视频 让他和他们说一下 你就别破烧交友了 上哪路邵总微信去 有邵总的委屋视频也是可以啦 张浅 你不会连你的微乎服务微信都没有吧 谁说我没有 您则日理万金 我才会运动小时麻烦他 我改日再来 小小姐 我帮您拨通了赵总的电话 要不您自己说 谁要你拨的 赶紧挂掉 张小姐 你刚拨通在电话 老刘 老刘是谁 就是刚才接在你那个刘兄弟啊 就是那个事例啊 刚刚要不是我拿出金金横头来 他都不让我进来呢 他还说我是乞丐 要让我带着该帮弟子来这要饭 他真是反了天了他 小小姐 你是不是在讲啊 刚才是不是你也语言污辱我嫂子的 误会我啊 我又不知道他就是你嫂子 不然我一道工程啊 保安就跟我说 他说赵总部人 你冒取人不让顾客进来 有你这样做生意的吗 我会好好和林萧总做的 你就等着做出生意吗 还让那个保安 一起给我打包带走 小小姐 小小姐 你干嘛不跟瘦董打微信视频啊 你送一辆宝马拆六呢 太可惜了 一辆宝马拆六而已 是稀罕的 我家车库随便一辆都比这个好 哎 小小姐 你刚才那个贱人 就是瘦董的 签名的变金合作啊 他不真的能上货吗 怎么可能 他那你看就是假的 你不真是有天啊 那是我故意给他使的颜色了 那他演的还真像啊 不 那让他进去 就比较便宜的贱 放心 只要他不买房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等着瞧瞧好了 你看看 他卖房子的郭大厦 真是贱了 他怎么到处够一男人啊 拍这个就行了 张雨菁 这次我看了 请问哪位是张小姐 这位是张小姐 这位是张小姐 就是张小姐 为大家亲爱的 您订阅认识 可以 我听说 他感谢您的清纯和善良 让他不过的那么多的美好时光 还愿意与我们生数 的职业 哇 真羡慕啊 咱们总裁真浪漫 好羡慕啊 到哪里去找邵总这样 又专一又帅气又多金的男人啊 上名词 成鼎辉的总裁了 难道 他受够了鼎辉 哎 买买小哥 我也姓张 这个花呢 是送给我的 张雨菁 你真是笑死人了 你什么牌子塑料袋啊 这么能装 连邵总的未婚妻 也敢莫衷啊 贱人 那什么都要和我争啊 其他也就算了啊 我未婚夫还想跟我抢 这个花是给我的 张琴 你真是可笑有可怜 可笑可怜的人是你 那个穷逼还想和我穷 张雨菁啊 你等着总快过来有你好果子吃 张雨菁 麻烦你啊 在那个总裁面前多多给咱们部分说好话 放心吧 哎 哎 张小姐 再叫你去办公室 怎么了 张琴 不敢去啊 你胡说什么呢 她是我未婚夫 我为什么不敢去 我呀 还有很多话还要跟她说呢 张雨菁你废话 别让总裁分婚妻见总裁 你不是真意义义的事吗 那你到处去啊 别让你总裁怎么着急了 姐 让你呢 你不是说跟总裁有很多话要说吗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看来总裁也没听说死不快 张雨菁啊 你就等死吧 总裁找你呢 肯定是要给张小姐出气的 你一再惹怒张小姐 我看你还怎么在公司被呆下去 是吗 那你啊 可要睁大眼睛看好了 邵总 怎么了 刚刚我让主管叫你 没想到进来的竟然是别人 我让他们好好关照你 原来是一直被人顶包了 难怪你一直加班都那么晚 还做那么棘手的项目 这都不是因为你吗 是你收购了公司 说是对张小姐多关照一点 所以那些人才会对一个假货那么引起 好好好 都怪我 您辛苦了 我现在就去公布你的身份 哎 不行 等我转正后再公布 好吧 不过 你得带上这个 我还要隐藏身份呢 不行啊 必须带上 你可是名花有主的人 你不带我可生气啊 哎 好了 哎呀我带 不过 这个太扎眼了 我就待一点 好不好 嗯 好了 那没事的话 我就去工作了啊 有个事 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呢 也许张雨婷真的认少总呢 姐姐 刚才少总都跟你说什么呢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张雨婷进去这么久 怎么还不出来 没说什么呀 他看出也不高兴 所以我又跟他说了张雨婷 张雨婷 他才会进去 这一会儿 估计在修理宾见着他 难怪 张雨婷 是不是被少总狠狠骂了呀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前姐 用我的脖子干什么 是不是被少总打了呀 哈哈哈 你想看了 来 你干什么 这怎么回事 你钻戒哪来的 你借人 你公有婚婚夫 你有病啊张雨婷 你个冠三 在我装为你勾引管家 后来又勾引卖房子的小少 现在勾引婚婚夫是吧 知道他今天要来 他带个跟我同款的钻戒 真的是不要的 张雨婷 我也想挺同情理 但是我现在看来 这一切都是你的自作自首 你以为他们供着你 是因为你的工作能力 还是你的穿着打扮 他们供着你的 是你总裁未婚妻的身份 等哪一天你的身份被揭穿了 我看你还怎么待下去 就别多吵了 总裁说了 下个月要召开 合作商 答谢宴会 大家都把自己手上的资料 给我整理一下 表现最突出的员工 可以上台发言 张雨婷 到时候 就是你的死 老门 今天你也想起我来了 当年我跟你说 那时候 不差点得抑郁症了 你现在这是 不然想起来要补偿我了 他 还有十二二级 搬车 搭地点上班 就为勾搭那些友情人 让你伪装成富二代 再加上个尊女的那套 许顿搞定的 只要你把他搞定 我就是你的 这小妞 是挺带劲的 说吧 想让我做什么 使劲玩 玩越耐越好 手脚争取过 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就他呀 一个穷学生 无父母无权无事 有什么麻烦 唯一的麻烦 可能就是我年少 甩人吗 真是我 张雨晴 别怪我 谁让你那么贱 他老是说 这一次 性质 干什么 我这样 哪里像个富二代啊 我不得好好包装一下自己吗 你以前那些名牌呢 你都说了那是以前了 以前的那些名牌 都是那些前女友们送过的 自从他们知道你以后 都不给我钱 我怎么能一直甩着这些旧的 这份之后再给你 哎 冷不冷 一定要把这给你 办事 啊 美女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视野盲区没看到你 实在很抱歉 你下次开车重一点 幸亏速度不快 是是是 对不起啊 你有没有伤到哪 要不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没事 不是就是早有点碰到了 我看看 这都清了一块 这不行 可别伤着骨头了 要不 我还是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你不用 我自己涂茶药膏就好了 嗯 你稍等 你还随身起来药箱啊 这不开车吗 难免会有小壳小碰 都能派上用场 我帮你擦药吧 你还挺心心的 呃不用了 我自己来就行了 站着吧 别动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谢谢啊 我说妈要迟到了 我先走了 要不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骑车就行 你都受伤了 骑车 也挺不安全的 而且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我一脚右门的事 走吧 那我们 微信微信 好的再见 张宇婷你果然是个贱货 那么容易就上工了 哎 美女 我有个事 想请你帮个忙 怎么了 今天早上 我不是开车送你来公司吗 可能掉了一根头发在我车上 被我女朋友给发现了 她现在正跟我闹分手了 我说什么她都不听 你要不帮我给她解释一下 拜托拜托 还有这样的事 那好吧 她在哪啊 我带你去 嗯 上你铁内介人 又上谁的车 早说了她是个灌三 上谁的车什么西级 我带你去 喂呢 菜打哪 你女朋友呢 她什么时候了 别着急 我们先点一杯 好 你好 谢谢啊 谢谢 你女朋友怎么还没来呀 嗯 我没有女朋友 你没有女朋友 那你这样为什么跟我说 你女朋友因为我的一根头发 要跟你闹分手 我要怎么这么说 你会出来和我学生的 我有未婚夫了 这样不太好 有未婚夫就不能交朋友了 你未婚夫 这么小姐 有点人需要 那个不是我们少女未婚妻吗 好像是 你没想把她的事 我好像看到 张小姐和一男人 让我们吃饭 啊 雨晴 我問公司來接我了 我先走了拜拜 靠 哈蘭沒拉 這女人可愛呀 我操 那人弄誰 我不是說了嗎 就是一個不熟的人 他開車把我撞了 然後送我去公司 然後請我吃頓飯 這樣那你就不覺得哪裡不對勁嗎 他可能 你追求我 那你還跟他吃飯 還是我不知道呀 是他跟我講 因為我他女朋友跟他鬧分手 讓我幫忙解釋我才去的 趙雨天啊 我告訴你 你可是定了婚的人 放心 我對他沒有任何方法 你不能是只對他一個人沒有想法 你是應該對所有人都沒有想法 不 我還對一個人有想法 誰啊 而且非常有想法 誰 你說呢 嗯 雨婷到家了嗎 最美的 跟你走 伸拉着你的手 可好像现在在冲动 已经看着靠在怀里 还没有难为你的 什么 他把我拉黑了 哎呦 哎真没用 花那么多钱一张照片都拍不到 还那个张雨婷在进来白痴 你还说我 都是因为你提供的情报有问题 要是你早跟我说清楚他的情况 我早就得手了 我哪个情报有问题 你说他无权无视 结果呢 他有个开胖眉的未婚夫 你说这种 我怎么能那么快的得手 他哪来的未婚夫啊 他这是勾搭上哪个男人的 张雨婷 可真是够闲的呀 你没有哪别的手段呀 你还是不是男人了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呀 直接把他给我办 然后拍视频给我 就是 哎 你说的轻松 要是被他那个有钱的相好 给发现 我还活不活了啊 他哪来的相讨啊 他这是个进口的一个人 别的男人只是跟他玩玩也 好 好好好 这样 我再想想办法 赚钱买房子 是 干什么 什么 ann 我走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得不走啊 你把三个五口座 你把二个人 看了直到他失落了 你去 把这两个杂子 切成块 丢到海里面 是 先看一下他们是 姚明 前蕾 姚明 我是受伤指使的 谁 你和张小姐一个公布的张倩 是他 他让我设计一开始勾引张小姐 所以我才会开车 故意碰到他 然后接近他 请他吃饭 可没想到后来张小姐 把我的威胁拉黑了 他让我强上了张小姐 然后就拿到不养的事 你不能怪我 你这个人魔狗样的骗子 别别别别 不得怪我啊 张小姐吗 他又给我钱 还拿自己的身体做赌注 虽然我强上了你 谁啊 他在哪 嗯 是你走吧 你们两个 去酒吧安排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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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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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回去 新章 第二个新准 同志 那我们好好玩啊 大爷 哎那你什么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说还想问你呢 你怎么在这啊 你个混蛋 我来拍张宇军是没你拍我是吧 我手机也收到了 他妈不是我拍的 你找什么呀 小小夫被人换了 少装糊涂了 所以晚上酒吧那两个男是不就安排了 什么两个男的 昨天晚上我他妈差点被人废了 哪还有工作安排两个人找你啊 张宇军给多少钱 你这联合设计了 谁跟张宇军联合了 你就知道了 肯定是他那个相好的 你还跟我说没事 他是被人玩的 现在我跟你一样也遭殃了 是你自己没用 你要玩自己 老子不伺候你吗 戒热不会放你的 我没打你 你但是先打我 怎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是不是座里头 你个戒 我一再认 没想到你越来越嚣张 什么下散乱的手都拿得出来 你既然这一次 那就别怪我好气了 张宇军你太嚣张了 你既然跟打张小姐 你立马给我张小姐道歉 我道歉 是他先打你 打你怎么了 啊张小姐人家是未来的总裁夫人 什么总裁夫人 他就是个冒牌 还给我死定是吧 等达现彦结束 你看我开不开除 我看啊 到时候被开除的应该是 张宇军啊 你说大话不怕闪了舌头啊 张宇军啊 你凭什么 就比你勾搭到那几个相好啊 我 我那天看见张宇军上了邵总的车 而且他那份线好像也是真的 说不定 他真是总裁夫人 你疯了 他要是总裁未婚妻 他全天下的臭鱼乱虾都是总裁了 他呀 只不过是一个会勾引别人男人的小三 要是想到总裁夫人 加倍 就让你们怎样再快活几天 张宇军啊 我看答谢业你也不用参加了 反正业绩最佳的员工也不可不是 你用内力的这个冒牌护士吧 你贱人 我本来用 抢我的合同 用我的合同 你还我脸说 密贩 答谢会取消你的入场资本 金美买了吗 恐怕你说了还不算 我说了不算 没有这个 我看你自己猜猜猜 哎呀 这也太壮观了吧 我想这么大还没来过这么高级的地方 所以我都不敢进去了 哎呦 别说是你 我也不敢进去 主管 你也没来过这 景辉集团开年会的时候啊 也没见来这么豪华的地方 哎要不是咱们被寿司集团收购了 咱们这辈子都不肯来这里 陷阱 啊你太漂亮了 这个啊 可是我跟咱们都不肯来自己看不出 今天要不是答谢会为了不强 来做伤口功功 那随便开亮出来 这张小姐广马上开的都是咱们这些普通人一辈子的 是啊 是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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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要爱情发明星来了 这怎么不会是手部真扩脚 那是这才是顶 是 让你 让你 这剑入枪风头 要给听他干什么 因為你做了個豪車庫的保鑰 就能互動人了 包裝的再好 也有邀請盤 就是一樣 我不需要邀請盤 還不需要邀請盤 有本事你進去試試 張女士 我現在在這邊坐在那 他怎麼坐在那 張女士腦子這麼燒壞 你當我沒裝就算了還夠幾件 這是你該做的 張琴你還真是不見光彩不問 你看清楚 這是張氏集團的明白 你別個掛信 這個你有什麼掛信 張宇婷 中序幾個人吧 張氏 就是一個被包養小三 你鬧夠了 張天你大膽 你在這你敢對張小姐做什麼 你收拾 啊啊啊 真是不要命啊 這種廠還敢帶拼了嗎 算了 因為還沒開水 我把石頭髮幹 張氏 他誰呀 一個賣房子的而已 就讓你提供到我 怎麼什麼人都能放下 那時候我好像見過 那天在鹿秋山莊騎馬的那個帥哥 大家先停一下 請就坐 我們的宴會馬上就要開始 首先歡迎我們幾位重要的合作商 張默先生的邵總宣讀 記錄月曆最新出的員工名單 有請邵總 邵氏集團優秀員工有 巨營部 李密 銷售部 張好飛 市場部 張倩 張倩 你確定 市場部最優秀的員工是張倩 確定 張小姐拿下張氏項目 一個人創造了市場部半年的業績 鼎輝的員工都知道這一點 哦 是嗎 那請鼎輝的同事們都說一下吧 張氏集團的項目確實是張小姐拿下來的 她非但拿下了這個項目 並且她出的方案 還得到了對方的贊賞 我們啊 可都是親眼看著她完成這個項目的 那我怎麼記得是 合同是張宇婷喊的 方案也是張宇婷做的方案 這怎麼可能呢 那方案明明是您的未婚妻張小姐做出來的呀 我們都可以證明 這個方案確實是張小姐拿下的 對啊對啊 我們都可以為張小姐作證的 張宇婷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實習生 怎麼可能拿得下這麼大的項目 確實是張小姐做的 是我看著她熬了幾個通宵 我才做出來 那就有請邵總的未婚妻張小姐上臺 她叫什麼 這就是我的未婚妻 張宇婷 張小姐 她不但是張氏集團最優秀的員工 同時也是張氏的總裁 並且還是 邵氏最重要的合作手 什麼 邵總 您的未婚妻不是張倩張小姐嗎 我並不認識什麼張倩啊李倩什麼的 我的未婚妻只有一位 就是我身邊的這位 聽說張小姐扮成實習生去頂回上班 邵總啊就把提議收過了 張倩 你看清楚了 你還有什麼話說 我真是瞎了眼 原來張雨婷張小姐才是總裁的未婚妻 這個孟派我 敢欺騙我 你這個賤人 原來一直在騙我們 如果不是因為你 我們怎麼會得罪真的總裁未婚妻啊 張雨欽 你叫什麼 這還不是你帥出來的 到現在 張小姐姐 你這賤人 從我進公司開始 我就冒不服 造假 誹謗到我的山莊裡面去鬧事 想我的像 盪用我的風 我一直忍著你 沒想到 你找錢來來又騙我 又騙不成 又想想起 你走到今天這一步 都是你最贏的 張小姐 一直以來都是他冒名鼎聽你 才欺騙我們 要不然我們以前也不會這樣對你 要是我們早知道他是冒牌貨 我們早就把他開除了 對對啊張小姐 你可千萬不要錯怪我們 都是他 都是因為這個賤人一直在騙我們 你不管我們的事啊 李懿 你作為公司部門主管 不站在公司長遠發展的角度 對下屬細心培養和服務 而是一昧的氣善門下 更有力氣 導致員工怨聲喘喊 極大影響了公司員工的工作積極性 和公司的發展 張小姐姐 陳立 李懿貪賢富士 在公司拉方協調 背後造洋衝傷他人 極大影響了公司那股 集團 最不應該留的援金應該是 你們二位 誰開除了 全集團主報 有輸入 並通知全行業 以競選 我確定 算是完了 張雨婷 因為你怎麼了嘛 你在這一屆還都不是靠男人 只要我給你放下生意 我也能夠擁有你最引起 張淺 你還真是不知道自己錯的嗎 我從一歲開始 就跟著我媽媽打拚她 一邊上學 一邊打 後來我媽媽去世 是我一個人 撐住一家小孩子 我用了很多心血 才把她打造成今天的鬼 而你卻冒冒冒冒冒冒氣 一招 就想永遠在一起 原來張小姐姐 是用這麼抵擋的 聽說 她是父母的孕 她爸爸出軌小三 把她母女給趕出來了 那才把母女真挺厲害啊 白手起家 做起來這麼大的奇跡 雨婷和張阿姨 也在我八歲的祖父這裏 祝我們東山再起 如果沒有雨婷和張阿姨 就不會有今天的方式 邵氏集團雖然姓邵 但我願意把我們一下的所有 軟讓 我的未婚妻 張 事到如今 事到如今 你為刀阻我為遺肉 所以你怎麼處置 張小姐 只有我對你 最後一處 林澤 我明天想去銀串科 看我爸爸 我突然想去見他 媽媽去世之前 讓我把這個交給他 這是我奶奶送給我媽媽的 說是傳給顧家兒媳 離婚的時候 我爸爸也沒要回去 可能是覺得 不值什麼錢 你想什麼時候去 我陪你 明天 我自己去 我把這個交給他 不打算有其他單格 有任何事情 隨時給我打電話 爸 咱哥說好了 咱家的家產都是我 您的女兒回來了 也沒有什麼算 他對爸媽經過一天笑嘛 我這個兒媳婦做都比他多 要是想回來 看看爸媽也就罢了 要是想爭家產 我門都不讓他進 他和他那個早死的媽 自打離開這個家門 就和咱們家沒有任何關係了 這一次啊 讓他回來 主要是原你爸一個心願 不是一直惦記著這個小野種嗎 他這次回來如果要分家產的話 也好讓你爸知道他是個什麼貨色 省得一天到晚掛 這畢竟是我的親女 從小對我趕的家門 也不知道現在過得怎麼樣 親女兒怎麼了 那我還認親兒子呢 顧是唯一的繼承人 誰來了也沒有用 我們這日子過得好好的 他突然就冒出來了 怎麼不和他那個死鬼媽一起走了呢 好好好 你說話 說話多注意點 人一回就到了 怎麼 我還怕他不吵 是 雨婷爸 我是爸爸 我是爸爸 屋裡坐吧 到裡面坐 我這次來 主要是想要完成我媽的儀約 這個樁子還給你 賤人 你睡得了嗎 還給我一道 看著我幹什麼 這可是我們的傳家寶 好你個顧紅衛 居然你還留著一手呢 把那個賤人趕走 讓他帶著祖傳的寶貝 你嘴巴放乾淨 這是我家 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 這個小爺子管得著嗎你 顧紅衛 你敢打我 我真的給你拼了 真是個害人精 一來就往爸媽打架 還不敢滾 不走 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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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等一會 當年確實是爸爸對不起你的母女 我也一直想怎麼補償你 你想要什麼跟爸爸說 只要爸爸能辦到 我一定答應你 我不需要你的補償 你回去跟他們過好日子就行 那你現在住在哪兒 爸爸有空去看看你 好 明天讓你弟弟帶你去買輛車吧 你剛來 人生地不熟 有輛車 去哪兒也方便 不需要 我打車也挺方便的 那你就當是咱們父女重逢 爸爸送給你 見面給你 屬下吧 好吧 兒子 你今天 你帶你姐姐去看看有沒有合適的代步車 她剛來運程不久 沒有車 去哪兒 不方便 什麼 你要給他買車 小聲不看 真還沒把錢弄了 哎呀 這個 她剛來 別車去哪兒不方便呢 我不去 她剛來你就要給他買車 那以後顧家產是不是要給他 不會 爸爸向你保證 以後顧家的家產都是你的 絕對不會有她的份 我主要想啊 就是你姐姐在外面受了不少苦 現在給她好處 補償一下 你免了她以後給你增加產不是 哎 這是好處費 辛苦保證日子了 趕緊去 漂亮趕緊走 巴仁你帶我來買車 就來這種地方 怎麼 你還想開豪車啊 要不要我帶你去買了法拉利 你不看看你自己全身上下 凑不凑得出一輛電動車的錢 你也配 我配不配跟你有什麼關係 又不是花了你的錢 你要是不願意陪我出來買 那你就把卡給我 我自己買 你現在花的錢就是我的錢 罷說了 將來故事的產業都是我的 這錢現在要是不花 那不都是我的 你很想開車啊 你會開車嗎 你有駕照嗎 你坐過最貴的車也就是公交車了吧 我還是啊 勸你 你去坐你的公交車 又環保 又收錢 這在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我說過了 你要是不願意陪我出來買車 就把卡拿出來 我自己買 一道我願意陪你啊 要不是爸 反正他也不知道 爸給了我多少錢 何不把那張跑腿費的卡給他 這張卡 我自己去換輛新車 我說啊 你坐過最貴的車也就是公交車了吧 那也算得上是幾百萬的豪車了 我勸你啊 還是別買車了 這卡裡的錢啊 夠你坐一輩子公交車 省一點啊 看來爸還是關心我的 需要把它調整 你看這一款是我們新出的一款 然後這一款我覺得更喜歡你的戲 想要看你喜歡哪樣的風格 幫我把這款拿出來 看一下 好的小姐 張雨婷 你來這裡做什麼呀 來錶店 當然是來買錶 笑死人了 麻煩你看清楚再進來好不好 這裡可不是電子錶店 這剛認完親就跑來買奢侈品 這以後 還不把我們的家的家產都給敗光了呀 他認什麼親啊 他都不信過 我根本就不是我們顧家人 我根本就不稀罕你做什麼顧家人 誰認你做什麼 一口氣可真大呀 你現在吃的花的 都是我們顧家的錢 還把我們家的錢 拿出來買奢侈品 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錢 跟你沒有什麼關係 才自己的錢 就你這圖三樣 你買得起嘛 這裡最便宜的一塊錶 都得幾十萬了 估計 你連根錶枕都買不起吧 你好 這這款 我幫我幫你 我才覺得 我們家人就付了一千萬 什麼 一千萬 這以前你買得起嗎你 不准買 你不必買 這本來不是你賣的 你憑什麼不讓我買 就憑你用的是我們家的錢 我說過了 沒有花過你們家一份錢 以前沒有 現在沒有 就來更賄 你說沒有就沒有 一千萬 就憑你拿得出來嗎 誰信呢 就把你賣來 也不只這個錢 反正你今天 就是不准買 不准拿 不是 你在這樣無力取貌的話 不准報警 報警 那你要看他買不買得起啊 這誰讓我們家人浪費 店長 是這位女士不讓我把七塊錶 賣給這位小姐 哦 為什麼 因為她沒有進過我的允許 用我們家的錢 我說過了 不是用你們家的錢 不花我們家的錢 那你就是沒錢 你想想想想想 就是 店長 你看他一副窮酸樣 哪像買得起你家手錶的樣子啊 還不快把他趕出去 免得污染電池空氣啊 就是 我們品牌的理念 是負責之上 只要進了我們的店 就是 從來不禮貌起人 更不會做 一副 一副不禮貌的行為 不禮貌起人 那你也要看他買不買得起啊 這是我們品牌所負責的事 不設計劃的 我可是顧太太 我現在 祕密你們 把這個叫花子給我趕出去 不然以後 我們都不會再到你們家來買東西了 顧太太 您可以不來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您的無理交集 就隨意驅趕 我說你這個小店長 懂不懂人情世故啊 得罪了我們故事 以後讓你們品牌 在雲城難以立足 請問您二位 隨意信到 你是新來的吧 大名鼎鼎的故事集團 你都不知道 那你看清楚了 這位呢 是故事集團的董事長夫人陳藍 而我呀 是故事集團董事長秘書 你聽清楚了吧 據說這兒 拉住我們這黑鈴鐺 以後 又不接 你 給我等著 走 我想就想 我們沒給您提供一個良好的貨物企業 是在抱歉 你們沒錯 是他們的問題 您看中的是這個問題 是 請問小姐 您千萬句以上的表 我們需要增淨主 VIP會員 我叫張怡婷 您就是張小姐 你知道嗎 哪不知道啊 我們主台的未婚妻 少時大協會上 我們總裁啊 申請要拜 更是承諾啊 要送上自己的股份 我們還想啊 張小姐多大的魅力 哎呀 讓總裁那麼痴迷 今天一切啊 真是名不虛傳 謝謝啊 幫我包起來吧 哎媽慢點 小哥就是這樣了 您的那好女兒 怎麼了 爸 你說他不會繼承家產 可是他拿著咱們家的錢 大股購買奢侈品 這跟真家產有什麼區別嗎 他買奢侈品 你的好女兒 今天買了一塊一千萬的表 一千萬 他瘋了 我都沒帶過一千萬的表 怎麼這回事 你還裝糊塗呢 那錢不是你給他的 我是給了他的錢 可是沒那麼多 好啊 你個顧洪偉 啊 你完全沒有把我當顧家人看 什麼事都瞞著我 把那個傳家寶 留給那個賤人不說 現在又背著我 給那個小野種錢 我還留在這個家裡幹什麼呀 他不如去死了算了 在外面被人欺負 回家當人嫌 我是給了他點錢 可是也就是一百萬 讓他去買車的 而且那個卡 我是這麼的事豪的 哎 爸 這事你別忘了我這樣推啊 你當時是給了我張卡 你也沒說這裡面有多少錢 我直接就給他 他不讓我跟著 你 爸 你不知道 我們不讓張雨婷買那麼貴的表啊 是為您著想啊 他把信用卡刷爆了 最後不還得讓您來還嗎 結果他竟然聯合店長當中欺負我和媽 讓店長把我們趕出來 還把顧家拉入黑名單 他和那個子鬼媽長得一模一樣 長了雙虎眉眼 和那個店長沒來遠去的 真是把我們顧家的臉都丟光了 真是情有此理 要 我總是要 沒件事 你還有點回來呀 你走吧 我沒有你家愛慕虛弱的女兒 問什麼 怎麼了 還在這裝糊塗呢 沒買上豪車不易報紙 什麼豪車 我報赴了 還裝傻 快說 你爸到底給了你多少錢 还有 你和那个店长到底什么关系 还怎么会不惜得罪顾家 你要维护你 他不是在维护 是维护他们品牌的形象 在云城谁不让我们顾家 他敢为了你 当场把我和妈赶出来 肯定跟你有什么不清不楚的关系 你们能不能不要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 明明是你们无理妨碍别人做生意 人家把你们赶出来 这和情合理 这还是客气的身价 工作是不客气的 早都报警了 这包子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 他是我妈 我妈早就走了 是屁黑的 哼还真像那个贱人生 这么有教育 你有教育 你有教育明明知道你家有老婆孩子 还勾引一下 你有教育 我问青红皂白就砸了别人的传家吧 你有教育 去别人店里面发过耍恨 谁是一套就完了 他到底这么说我吗 我怎么都不能说他了 我当年是对不起你和你母亲 可是我一直不是在想办法补她你吗 这一趟到你这么多年在外面 变成一套骄横跋扈 爱慕虚荣的性格 这张卡里有一千万 就当是我对你们母女的补偿 从今往后你就不要下来了 他只这一千万吗 啊 就算是他们一个死了的娘 现在活过来 这也够他们两个人花几辈子的了 你这钱不去给了他一百万吗 啊 够他花一辈子的 我们什么也不欠他 这张卡是你们顾家给的 卡上总共只有五万块钱 我一分享给你 还有 这是我刚刚在手表店里的里面来的 一千万 我刷的是我自己的银行黑客 这里面有发票 你要是不喜欢可以退票 从今以后 我跟你 你跟我不再说 我跟你们顾家 再无法 你腦胸受 educator 当它接受 如何 跟你爸爸二十多年没见 有什么感触吗 怎么了 他打了我 啊 没事 都过去了 没关系 疼吗 請接鼓勵 然後請請喝酒啊 喝酒喝酒多喝酒 美麥 進來的 知人怎麼沒見過你啊 這不是見過了嗎 怎麼一個人啊 不兩個人 難道還有個美女和你起來啊 不是美女 是帥哥 你們雲城和我們海城比還是差了一點啊 你們海城有的我們雲城什麼沒有啊 我们海车两大集团 邵舍张氏 你们没有吧 那都没有 他们都是国家性的企业 我们可别扯了 这两家企业非但做得大 老板也很年轻呢 还是个女的 女的 我记得那邵舍集团 总裁不是个男的吗 什么时候变成女的了 你不知道吗 邵舍总裁是 张氏总裁张雨婷的未婚夫 他已经把邵舍的 全部股份转给了张雨婷 张雨婷 怎么 你认识他 我何止认识啊 他是我姐 好啊张雨婷 没想到你这么有钱 就在我面前撞去 张雨婷 我治不了你 有人可以 这个季度的公标 基本已经完成了 下个季度感谢拜议 先生您不能听到张雨婷 我要说三点事情 从下个月开始 你来干什么 我出去 OK 开楼堂的秘密 第二个旁边 我能顾住 开会呢 那我不来的正是时候吗 马上出去 再不出去我就叫保安 你们看你们呢 我旁听就可以 去叫保安 张雨婷 张雨婷 你不能带我走 我可是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 你想钱想分了 我的公司跟你有一分钱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关系还大着呢 当初你妈开这家公司的时候 可是我爸掏的钱 我是顾世唯一的继承人 我爸的钱就是我的钱 这公司的原始资金就是我 那最大的股东啊 当然走 保安呢 我们还没来 把他给我扔出去 我有证据在这儿 我看谁敢动我 我过来 你要离出去的 你在我这儿发什么破 你看清楚 这上面可是我爸和你妈 当初的离婚协议 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我爸一次性给你妈五百万 如果你妈再开公司的话 再给五百万 白纸黑字 清清楚楚写 你别让耍赖 今天的会议先到这儿 你们回去把会议内容整理一下 改变了一个 你们的先老板我 想和你们的旧老板好好谈谈 顾红卫 既然把协议给你了 难道他就没告诉你 他并没有理应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 张雨昂 你不会想耍赖吗 你要是不把股份给我 我就不走了 那你去坐着 以前冒名顶替雨婷的那个张倩 你还记得吗 当然你记得他 我找人查过了 他特意去云厂 搬怒事 这次顾是豪去雨婷公司闹事 就是他生动 我要续抗雨婷公司 我担心他骚扰你 你帮我招务 他不是被警察带走 对你出人了 你放心 我被安排好了 你好 那你就不是用不开心的 帮忙换一点 好的 你算了 上明泽 这个是你主动找上门的 这不是李姐的老公故事豪吗 李姐 刚刚故事豪带着一个女人来我们这开房了 什么 几号房 309 你快来 走了 故事豪别开灯 更刺激 好 那我们就不开灯 我先接个电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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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明泽 我还以为你有多专情 看来天下的男人都一样 张雨婷 就算你是少明泽的未婚姬又怎么样 我马上就会成为少明泽孩子的妈 到时候啊 看他选你还是选我 你们 你个骚狐狸 我让你勾引我男人 我打死你 站住 你个没良心的正好功夫 你还出去偷吃 把他给我拉出去 邮箭 是你啊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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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给我发光 放开 我让别人都看看你这个狐狸精 敢抢我的男人 你们看新闻了吗 张倩被人捉着游街 精神失常了 和顾市豪开房 贝里林捉肩带床 这下顾市豪 该销顶的事情 这叫恶人自有恶人魔 这事闹得还挺大的 我先去趟公司 我们吃 吃碗小鲜 知道 你吃饭 儿子 你跟妈说 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他闹的 把张倩打个万死不说 还把人家衣服脱了去游街 谁生了这刺激啊 你不也动手打他了吗 再说了 要不是你出去鬼逃 我会去捉奸吗 你顾家真是没一个好东西 上梁不着下来外 有点错 还怕人说吧 你 哎哎哎哎别打了别打了 好了好了 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屋里呢 事情都那么大 我看你们就要去主动说明情况 才可能判的轻一点 我不去 那那个母狼虎去 交谈闹 我 你好啊 宁愿 宁愿 哎宁愿 你们圣爷故意上人 请跟我走一趟 哎 你 你才同志 这个怎么办呀 想想办法呀 这这这哈哈哈哈哈哈 我能有什么办法 这想聊口 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 得应好好的 跑到海城去闹事情 都怪那个张雨婷 要不是他 诗豪也不会有今天 和雨婷有什么关系 他跑到海城去 还不是去找那个贱货 这也怪不得雨婷啊 是诗豪出去乱搞 被林妮给抓到 夫妻俩 去带别人游街 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还听他说话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有那个贱人 我讲道 张雨婷 你不让我儿子好过 我也不让你好过 那不行 张小姐待我不保 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这要怎么是对不起呢 这大路在凶 你只不过是开车 走了条小路 这卡里可是两百万 足够你儿子出国上学的了 等你以后儿子毕业了 定居在国外 把你们老两口接过去享福 不比你整天给别人开车强啊 拿着 那事后 你们千万不要帮我说出去 哎呀放心 我一个字都不会说的啊 叔叔 这是开往歇项目的路吗 怎么跟我上次来的不太一样 是啊张小姐 以前那个大路呢正在修路 所以只能走这个小路了 小路确实不好走 不过你忍一下 要不得多久就到了 好没事 你慢点看 你们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 我撤起来聊聊天 不 你们千万别伤了张小姐 张小姐是好的 我拍老家伙 大夫都连你一块收拾了 还不太滚 干什么 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 飞哥去跟玩玩 邵总 你赶快过来 张小姐被人绑架了 什么 在哪 在马礁路口 你先稳住他们 告诉他们 千万不要伤害旅亭 喂 你叫他们几个赶快走吧 邵文哲就要来了 邵文哲怎么会知道 他刚才打电话过来 张小姐就跟他说了这条路 他就要过来了 谁讲那么多了 邵文哲就要来抓他们几个 把我们勾出来 是全完了 邵文哲怎么这个时候会打电话 怎么会这么强 你们要钱是吧 我可以给你们钱 听到没有兄弟们 他很有钱 找你们放了我 我可以答应你们条件 任何条件 是吗 那裴柯几个拍起张裸照 可以吗 是谁派你们来的 他给了你们多少钱 我可以给你们双倍 你钱多伤感情啊 拍起张裸照的事情吗 我跟你们无言无偿 你们没有必要为了你点钱 做这种事情 只要你能告诉我幕后的人 我可以给你们双倍的价格 我必须不注重你们责任 好吗 说话就是霸气 我喜欢 哥哥已经过不及待了 想藏藏了 干什么 干什么 放开我 谁啊 现在走 我刚入席呢 再不走 少平泽就要到了 什么 少平泽 哥这个 等着我 是别怕我来了 老子 年少平泽 他为什么 要想给他们就是了 他们要的不是 他们是什么的指使 谁啊 他要干什么 我指使 没事 先回去 周叔 你给我开了十几年转了 就算我马马去世后 我就没有急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亲的人 你为什么要被罢 去往新项目那条路根本没有断行 你为什么要让我 我太要是活动了 我我我害死了 我差点哈喊恨恨恨 是谁 这是你这么做的 我也不认识他 不认识 他长什么 他个子高 长大 尾巴 皮肤挺大 还有个美音质 听口音 他算是 美音质 是吧 雨婷被抢劫 是不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怎么了 你怎么能这样啊 我怎么了 他都害我儿子关进去了 我小小惩罚他一下又怎么了 是好的事情 是他咎由自取 和雨婷没有关系 你到现在还在维护他 你是不是心里 还有张亚肉那个贱人 既然对他友情这么深 那你当初娶我干什么呀 你都不是在玩弄我吗 跟你真是无话可说 你跟他有话可说 你怎么不去找他呀 总之以后你不要再去找雨婷的麻烦 我不去找他 你去找他呀 去找他把我儿子给放出来 不可理喻 我正想打给你呢 你就正好打过来了 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张小姐已经怀疑我了 我可是花了两百万了 你什么事情都没给我办好 我现在帮不了你了 我已经被开除了 什么那你 你把钱退给我 我是照你说的做的 事情没办成 那也不能怪我呀 好了 我不能跟你说了 我要陪儿子出国了 马上登机了 张雨晴 你给我等着 你傻了呀 好看吗 好看 真的很好看 你就是全天将最美的信仰 我何德何能能娶你面其 赵先生 穿一身眼镜能一点 不深 还请多吃点 小姐 就让你再多甜一个 既然你那个死给妈不在 你这个后妈 得好好替她送一份结婚贺 叔叔 今天还有几天叫结婚了 还要我们在家休息休息 准备婚礼去 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但说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 公司不是还有很多文件 等着我签字 张总那我先下班了 你也到点回去 哎等一下 你把这份文件 给万龙的吴总送过去 好的 你开我的车去吧 快一点 慢点啊 快快快 跟上那辆车 小姐 今天就是你的死去 他出来了 大概二十分钟之后 就到你守着的那个路口 看着点 你放心 我盯着呢 嗯 他怎么往那拐了 难道是发现我们在跟踪他 能来跟吗 跟 注意保持车距 不要跟得太紧了啊 小贱人 这是要去哪儿啊 这条路让车太少 咱们再跟容易暴露 你保持车距就行了 这条路难道就只许他走 就不许别人走了 跟上跟上 喂 他改变路线了 你现在马上到春河大道 由南向北的第一个路口守着 马上到 张雨婷 你到阴间和鬼去结婚吧 张亚若 他说你的女儿要和你团聚了 你开心吗 你怎么来了 我都可能在 你能不能看吗 我刚刚说的对不起 以为出事的事 你没说就好 是我的助理王严怨 都怪我 是王严他去送的文件 不然 他也不会出事 你已经出事祸了 哎呀 这可算是老天开眼了 你怎么能够出事的 你怎么这么说话 他好歹是我女儿 这是 是不是你找人做的 你就是这么看我的 顾红伟 你想让我死 就早一点说 别整天疑神疑鬼的 我这不是随便问问吗 随便问问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的眼神像是要杀了我呀 好好好 我冤枉你了 我跟你道歉 不放心就去看一看 待在这干什么呀 再不去 别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你听啊 爸爸对不起你啊 当年 爸爸也是没办法 才把你们母女赶出去 陈兰 他威胁爸爸 不和你妈离婚 就把肚子的孩子都给打掉 爸 也是没办法 后来 他嫁了进来 就掌握了家里的经济大权 协议上说 跟你妈妈的五百万 也没有兑现 我 对不起你们母女啊 他来干什么 干什么 过不 怎么样 你那个宝贝女儿还活着吗 凶多吉少啊 浑身过满沙步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早点去见他那个死鬼妈去 你就这么恨他 我当然恨他 要不是因为他 我儿子到现在还被关在里面吗 我恨不得抽了他的筋 发了他的皮 喝了他的血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事好的事和雨婷没有关系 哼 你到现在还在躺下那个贱人的种 小贱种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还不是跟你那个妈一样 短命鬼 当年 你妈斗不过我 现在 你也斗不过我 对了 那天 装你的那辆车 是我安排的 你 你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你起来打我呀你 哼 你们一家人都是蠢货 顾洪伟 以为我给他生了个儿子 没想到 他替别人养了一辈子儿子 是好 是我跟别人生的 真相 那你都已经知道了 可以安心上路了 你死了 就该顾洪伟来继承遗产 到时候 还是我儿子的 既然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再帮你一把吧 让你早点去见你那个死鬼妈 住手 住手 你怎么这么狠 姜雨婷 你怎么 在床上上的那是谁啊 没想到你这么狠 我跟你说有多大的仇 让你这么千方百计的小孩 我 我 我和你的仇 多了去了 要不是你那天 给顾洪伟 送那个什么破手镯 他会对我态度冷淡吗 要不是你 去买那个什么破表 明城的奢侈品店 他会把我拉入黑名单吗 要不是你 我儿子 会不要看谁关键这好几年吗 儿子关键是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在里头好好的 我一到海上去找你就出事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 派人故意陷害他的 按你的意思 只要跟我认识的人出事 那都是我的死人 这一次算你命大 下一次 你可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你这是在威胁我 我威胁你又怎么样了 你最好跟我小心点 伪造车祸 虚异伤人 你觉得你还会有效果 这你有什么证据 在这间病房里 除了你 我 还有躺在床上那个活死人 谁会给你当人证啊 我不孝着 等你不知够 这是证据 不好意思啊 也是你提问 你以为你有证据啊 我就不信了 就凭刚才我说的那几句话 就就就 正好被你录上了 录没录上 到时候就知道了 你 你 谁跟你气瘦了 那个小箭种居然没死 躺平床上的那个不是他 不是鱼 也不知道哪个短命鬼 替他挡了这一招 那个小箭种没事 你开心了 那是我女儿 她没事我当然还行 你女儿没事 你儿子出大事了 怎么了 世豪 又出什么事了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 现在他们已经被关进去了 等他放出来都五十多了 谁跟咱们两个养老啊 谁跟你们故家传统接代呀 这 你心里只有那个小箭种 都不要你的儿子了 这我有什么办法呀 什么办法 把公司卖了也要把儿子救出来 这公司的股份 不都在你们娘俩手上吗 把他卖了不就行了吗 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他们已经被关进去了 你还在打他股份的主意 唉 我的股份本来就不多 如果把他卖了 我就不成闲人一个了嘛 再说了 那袋股份 卖了也不定够 我不管 粉丝不管怎么样 要把儿子救出来 雨婷啊 听说你没事 爸爸真高兴 你出事以后 爸爸就去看你了 看到你浑身上下 满满了纱布 爸爸的心都碎了 我多想躺在那个床上的人 是我 不是你 我知道 你还恨着爸爸 爸爸冤枉了你 是爸爸不对 你看 爸爸怎么做 才能补偿你啊 我不需要补偿 你以后 不要再来打扰我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爸爸 你看 你妈妈不在了 这世上 还有谁是你的亲人呢 不就是爸爸和你弟弟吗 弟弟 我妈就生了我一个 我怎么不记得 我哪里还有一个弟弟 世豪虽然不是你妈生的 但 也是你同夫一母的弟弟 我们已经犯着关系了 所以 也就不存在什么 同夫一母爸爸 再说了 他根本就不是你亲生的 你要拿他当亲儿子养 我可没打算 把他当亲生的 你说什么 你们一家人都是蠢货 顾洪伟 以为我给他生了个儿子 没想到 他替别人养了一辈子儿子 世豪 是我跟别人生的 这个贱人 你上哪儿去了 一整天都找不到你 你个贱人 冤枉我对你那么好 那么信任你 为了你离婚 把我一岁的女儿赶出家门了 还把公司的股份 签到你名下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你说什么呀你 我问你 世豪 他是不是儿子 你又在听谁叫舌根啊 那世豪不是你的儿子 是谁的儿子啊 我从18岁开始就跟了你 你是我第一个男人 难道你忘了 你现在听别人挑唆 跑来找我心事问罪 你还是人吗 你还在狡辩 你这种 撒谎成性 谁是再多你 你不信 你可以去做DNA检测呀 反正世豪现在也不在家 看你怎么验 那于婷的车祸跟你也没关系 果然是那个建筑 于婷的车祸怎么和我扯上关系了啊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那录音是怎么回事 里面你亲口说是你策划了于婷的车祸 你说什么啊 什么录音啊 于婷手机里的录音 我适合那个建筑 恨他害了示豪 所以才故意在病房里说了那些气话 我就是故意要气他的 可是没想到病床上躺的不是他 他被他录了音 更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拿这个来 调拨我们的夫妻关系 张雨婷 这个人心思太深了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啊 我骗你不得好死 陈谈女士 你涉嫌续毛之的称呼杀人 被捕了 江小姐真是漂亮呀 说是江城第一美人都不为过呢 两大总裁的婚礼真是不一般 我们也上次见证历史了 各位来宾 欢迎大家参加 邵明泽先生和张雨婷小姐的 婚礼 现在婚礼正式开始 我想请问一下 你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你还准备了小纵文啊 感谢你 出现在我生命中的至暗示 让我重新发现了生命中的美 因为你 我的生命充满意 好了 不念了 雨婷 我爱你 你愿意下给我 我愿意 张雨婷小姐新婚大喜 你是 我们是 顾明尾先生的委托律师 顾明尾先生 你委托全部故事股份 给人家给你 只需要你签字给你就可以了 什么 他人呢 我说他们的委托律师 不需要本人出席 只需要你签字给你就可以了 顾明尾先生 哎 他 他怎么走了 你看 雨婷 希望你原谅爸爸 到现在还没有你爸的消息呢 他也一直在躲着你 他可能知道你还没有原谅他 不 他是为无缘面对的 当年为了陈兰和他儿子 顾兮一气 阿姨岁的我和我妈妈从家里赶走 还把故事的果分转给了他们一次 最后发现 一切都是一场骗剧 他也是可怜之人 被最信任的人骗了半辈子 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 他怎么可怜之轻轻强 好了 都过去了 三八年前 开心一举 不然他在前有年 也会难过 你爸爸现在啃回过 总好比永远不知回过的好 他把那些股份全都转让给你 也不要打乱他的回复就行 放过他 别放过你自己 着急 好 着急 到